我一直很好奇 古人的袖子里是怎么放东西的 不会掉出来吗 像这种袖身大袖口窄的琵琶袖 还真不会掉 能装可多东西了 而对于那种宽宽的袖口 里面则缝了一个袋子 它的开口方向与袖口相反 成倒梯形收口状 这样一来即使双手下垂 袖中的物品也不至于掉出去 但是口袋的位置很重要 如果像影视剧中那样 位于袖口附近 那带个关插个拆啥的 小臂稍微一抬 东西就哗啦啦地掉下去了 所以人们往往会把口袋 缝制在胳膊肘后方 虽然拿东西麻烦了点 但这不受日常小臂动作的影响 很是科学 这点我们可以在一本 医书的名字上得到验证 肘后背疾方 简称肘后方 即可以将册子放在肘后的口袋中 随时查阅 跟我们上学时的口袋词典很像 但现在大家出门 不想口袋里鼓囊囊的 基本都会背个小包 像这个经典淡雅的山茶花信封包 就可以装下女生常态的手机 气垫纸巾等 它能斜胯 也能单肩背 表面材质使用的是奢侈品同级别的 老花PVC 纹理清晰 色泽饱满 摸起来清清爽爽的 也防水耐磨 可以用很长时间 我们能看到 在正中间 有一个山茶花的五金扣 质感很好 要知道 它的花语是理想的爱 所以趁着情人节 不妨把这个包包 送给你喜欢的它 这次 我还给大家 争取到了围巾赠品福利 精致保暖 贴身舒适 情侣通用 需要备注冷科普 才能享受赠品呢 笔盒内 含定制留言贺卡服务 送礼加告白 一步到位 感兴趣的小伙伴 快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 前去看看吧 当然 除了书信 古人也会把很多小东西 放进袖子里 比如 皱褶 手绢 折扇 银票 碎银子等 像成语两袖清风 说的就是袖子里空荡荡的 没有钱财 用来比喻围观清廉 还有一个词 袖针 最开始表达的 就是袖中藏有小巧之物 其实 从这些物品 我们也不难看出 在古代 往往只有书生或者贵族 才身着宽袍大袖 像普通老百姓 或者打工人 基本都是窄袖 一则方便劳动 二则省钱省料 不过话说回来 即使是名门望族 偶尔也是需要劳作一下的 比如 咱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 做个饭 运个衣服 打个马球啥的 这时就轮到一个工具登场了 它的名字叫汉博 看着是不是跟贝贝家很像 有了这根绳子 不论是做家务 还是参加体育项目 感觉都方便多了 其实除了绣筒 古人的口袋还有很多 有挂在腰间的荷包 有一层一层的衣巾 有高高的靴筒 还有贴身的裹度 这样看来 如果不是手机支付的普及 大家的藏钱位置 应该都差不多